这个是两块 两块 这个面面是十块 十二块钱 都要两小酒 三块钱一酒 十五块钱 喝一顿早酒 哈哈哈哈 江苏的早酒之乡 丹阳领口镇 小镇不大 但是据说有100多家早酒馆 今天我们来体验一下领口镇的三早文化 这一大早就喝起来了 这是小肉要配点姜丝啊 小菜随便吃啊 早晨搞多少 这两吧 那还好不多啊 早快点啊 还一半啊 这吃完是上班是吧 三早文化是哪三早 哦 今天我们来体验一下这边的早酒文化 这边小菜的品种非常多 一个鸡蛋还配点花生 这一盘是几块啊 七块啊 连面条七块 哎呀 便宜便宜 便宜 便宜 不贵 便宜 不贵 这个是几块啊 他说 五块 然后旁边的小菜也随便吃啊 哦 素的两块 混的五块 然后面多少钱啊 五块钱 一碗面 再来到你吃十块钱 哦 连面加肉十块 十块 哦 随便吃 哎 有感觉 有感觉 他这个早酒有感觉 这是什么 大麦粥 哦 大样人的命是吧 对对 我可以吃给你吃 老师傅 你是吃早饭还是喝早酒啊 我喝酒 我带了二牛酒 这个早酒算享受 对 你有拿整骨头的 这多少钱一斤啊 吃早饭 这也是小肉吧 小肉 是不是他这个叫小蹄啊 哎 猪猪后腿 哦 后腿 像他这一个多少钱 三十多块钱 有大有小 哦 有的人来个整的啊 这两位老师傅算豪华早酒 这一个可能就要三十多了吧 哦 自己泡的还是什么 泡的 一般早晨搞其量 半斤 半斤啊 一个人半斤啊 好酒量 好酒量 这其他两块一个 哎 两块一个 这个是一块 猫几个 猫一个杆子啊 那你们两个人这个也要四十多块啊 要吃的舒服 哦 这两个师傅也是豪华早酒啊 这一对 这个要三十多块了吧 接近三十块钱 接近三十 两个人搞一瓶啊 每天都半斤啊 六号 三六号 哦 焚六过来 这是有讲究吗 没什么讲究 哦 就你们的习惯 焚六喝早酒 今天没喝 今天没喝 今天开车的大火 他们家是不是喝早酒的人还不算多啊 他们家不算多 里面还有几盘还有多 哦 这个人是有文化的啊 对 两个人喝了七瓶鸡酒 就是早酒啊 早酒 还有隔壁这一家 那天我们几个人 三个人喝了五斤 四个人喝了五斤白斤 就早晨啊 厉害厉害这边 喝完是回家休息还是上班 就早睡觉了 那你先上一盘 哦 上一盘 下一盘的都是 我一盘昏的一盘素的 是多少钱 来一盘花生 再来一盘肉 找当地的吃法 来点小菜 后边吃面条都是粗面吗 是的 哦 可以选的啊 哦 老鲁啊这是 这个是酱油 但是欢迎大家去领吃了 挺浓 哦 有灰油有素油 对 干的 干的 要汤的再放汤的 不要汤的再放汤的 我看这边好像吃粗面的人多 嗯 快面都 四年少 这个是 大麦粥 大麦粥 大漫人的命 大漫人的命 他们喝早酒 我们喝早茶 两盘菜 七块钱 哈哈哈哈 确实很便宜 和我们以前吃的小肉不一样 它这边的小肉比较硬 很有咬劲 不是像那种 冻一样的 肉还挺咸的 配面吃应该正好 丹阳的大麦粥 丹阳的三藻文化 确实挺有意思的 挺惬意的 整个林口大概有多少家早酒馆 早酒馆 早酒馆 就有一个小镇上面 这么多 满了满了满了 哎呦哎呦 这边早酒还有喝啤酒的 白酒是有 哦白酒喝过了是吧 哦 来喝一点 啊我开车的开车的谢谢 你记录酒了吗 对 早酒了吗是吧 最后一杯必须是啤酒 啊对 舒服口呗 舒服口